刚刚做了几种不同性质的档案 有简报档 有PPS播放档 还有所谓的影片档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随身简报 点选档案底下的储存并传授 这里有一个将简报封装成光碟 它就是以前我们叫随身简报 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名称了 因为随身简报 你好像只有带一个简报档案 可是这个封装成光碟 各位应该知道一张光碟片里面 可以放非常多的档案 那我们来看 怎么做这个将简报封装成光碟呢 这边点选封装成光碟 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一份简报内容 它说我们现在做的是这样一份简报 那要不要包含相关的内容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不可以新增其他的简报 可以哦 就是点这个新增 假设我们选择卡片 把卡片新增进来 这样是不是就多了一个简报 当然也可以把它移除掉了 我只是告诉你们说 当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自己 例如说已经做好的简报来去做勾选 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选项 选项里面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些档案不会显示在所需复制的档案清单中 就是这里是不是有连结档案内侃 Q-type 字形 有看到吗 所以内侃Q-type 字形一定要打勾 这是为了以防万一 假设你今天你把这样一份简报档案呢 带到一个没有中文字形的电脑里 照样可以让它播 所以这一定要打勾 还有连结档案 万一你今天没有设了一些超连结 就那边没有网路 所以就不报告了 不可能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连结的档案也要打勾 好 所以这两个都要打勾 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为了确认 就是说资讯安全的关系 为了安全的一个关系 所以它这边可以加密码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想应该不用我刻意在今天的课程教 好 来直接点确定 接下来呢 这个我觉得光碟的名称也是一个重点 例如说我就把它设为 那个 Police Stage 今天日期0420好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不是点关闭 点关闭就什么都没做了 好 是要点复制到资料夹 那如果你点复制到CD 你就要先准备一个空白的CD 放到光碟机里面 好 我们就点选什么 复制到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它会告诉我们存放的位置 我暂时就先把它放置在我的 低词叠机底下 有一个叫图解释简报 图解释简报制作这里面 好 然后选取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在这个第一词叠机图解释简报制作 底下会有一个叫做 Police Stage0420资料夹 好 直接点选确定 然后他说 你选择要将简报中所有连结的档案 加以封装吗 这个连结就包含 刚刚我们是不是有来自以色尔的 那个以色尔档案 还有 Word的那个档案 因为我们是不是有做统计图表 有做表格 那两个档案全部都要包含进来 那两个档案就叫做连结的档案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是 接下来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刚刚我是不是放在第一词叠机图解释简报制作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设光碟的名称叫 Police0420 里面 请仔细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Office 2010 Tip 40招 那可能在这边我就先点关闭了 你看一下 我刚刚 我刚刚那个统计图表不是坐在这边 我刚刚只有把那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档案是不是就被收集起来了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你这份简报里面 有用到 Essia里面的图表 还有Word的表格 没关系 它会自动帮你收集 你不用额外再去勾选你要的档案 它自动就会帮你收集起来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Office 2010 Tip 40招 好 提供给你参考咯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就要请你动手来去建立这个随身简报 也就是封装成光碟